安裝成功了 然後你把它close 之後請你到你的低疊底下 應該就可以找到 你的那個目錄 低疊底下 特別是低疊 然後這邊有一個目錄 就我們剛剛的這個3632 的這個目錄 那 Python就有了 第二個請你把Jungle放進來 放哪裡呢 放在這個目錄裡面 所以呢我們剛剛不是有在到 第二個 就是Jungle這邊 下載了 哪一個喔 我是建議啦 未來如果你不要最新的 像我是建議你先用 1.11.10這一個 你就往下卷動 這邊下載嘛 那至於裡面寫什麼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自己再看一下 如果你實在不想要看 你就按右鍵這邊不用翻譯 翻譯一下也可以 反正的話如果英文 英文很重要 只是說有時候如果你實在是不想花那麼多時間的話 那你就翻譯一下 然後裡面的話呢 這個就是叫 前一個版本 那其中的話呢 你就下載這一個 那下載下來之後下方就會出現了 請你把這個東西喔 先 在資料的東西顯示之後 請你把 這個 看你怎麼樣 先解壓縮也可以 或者搬到那個目錄解壓縮 按右鍵這邊有一個 不過你們電腦我不確定你有沒有裝解壓縮軟體 因為它是 點 GZ的 那個 那個檔案 那你可能要一個解壓縮軟體 那解壓縮軟體可能要裝什麼7ZIP 第一個啦 如果你沒有裝那個7ZIP 請你自行再去找 找應該不會很麻煩嘛 你就找7ZIP 這樣子 然後它好像會有一個什麼 下載 你就把它下載安裝 這個軟體我想應該自行再安裝一下 它就會有解壓按右鍵7ZIP 解壓縮 解壓縮軟體 至尺好了 看一下 解壓縮軟體 它就會幫你 產生一個 怎麼裡面好像 又一層 OK 所以它這個有點像 是不是跟以前玩那個 送禮物給人家 然後裡面一直有包一層 然後一直有很多 包裝 很多層 再把它解一次 等於等一下解兩次啦 解完之後呢 請你再把這個目錄 移動到 Python的根目物底下 因為呢 我們要把它安裝到 我們的Python的那個 裡面 所以 我把它解完之後 這個可能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怎麼樣把它 Jungle跟那個 Python 把它合併在一起 好吧 它解的速度比較慢一些些 解完之後的話 待會就是 再把它搬到 我們的根目錄 就是低疊底下的 Python32 把這個目錄 直接就把它移過來 移過來之後的話呢 再執行一個指令 就會完成了 把這個 我是拖拉 放開 我是按右鍵拖拉 然後你可以把它移動到這裡 複製也可以 移動過來 有點慢喔 但如果你這時候 你的硬碟是那個SSD的話 固態硬碟的話 這個速度應該會快很多 因為我記得 好像我在 在自己的電腦上面 的動作好像快很多 一下就過來了 那 等到它全部都搬過來之後的話 你要再做一件事 就是說在那個目錄上面 你就再把它 點擊之後 下一個指令 這個指令的話呢 我在雲端上也有放 就是 在 這邊 下面下載 剛剛這個下載 下載這個版本 然後呢 把它做解壓縮之後 搬到哪裡呢 我剛剛已經把它搬到這個根目錄底下了 就是它這個目錄下面 會有一個 這個之後的話 請你點擊上面的這個 這個網 等於是它的路徑 下一個指令叫 CMD 那這個是上學期同學分享的 如果你要什麼 當然理論上是你必須要在DOS環境下 什麼信錄那個目錄啦 不過如果你不想的話 直接呢 就在這邊下一個 CMD 它就會怎麼樣呢 跳一個 DOS的畫面 你直接輸入什麼 Python 跟它講說 幫我安裝到Python裡面去 就OK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指令你如果擔心打錯的話 下面有一個指令你可以複製 他說什麼 要允許 還要安裝 理論上是不用 Ctrl C 新增一下 之前是不用 如果把 Ctrl C 一下 那我這邊的話 我看一下剛剛移動的 這個還在移 移完了 在這裡 點開來 對不對 把剛剛目錄放進來 裡面一定要先看到 有一個叫什麼 Setup 其實關鍵就是這個東西 用它去幫我安裝 那 接下來的話 記得喔 在這個上面點一下 輸入什麼呢 C M D 意思就是說呢 請你幫我 移到那個呢 命令提示資源底下 它會自動幫你把這個路徑 轉移過來 有沒有 其實就這意思啦 當然如果你熟悉DOS的同學 你也可以 自己怎麼樣呢 D冒號 Enter 然後呢 CD到那個目錄 再CD到那個目錄 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覺得這招 好像快很多 方便太多了 OK 那你上來的話就打一個什麼 Python Setup Py 把它install 剛剛就那個指令 我可以按右鍵貼上 也可以 右鍵貼上的話 它就會 Python Setup Py 所以確定一下 如果你假設要Walk的話 你要先確定跟目錄裡面 有沒有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很抱歉 那你一定不會Walk OK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就把它Enter一下 這個時候呢 我的 Djungle呢 就會被安裝到 我的什麼呢 這個 Python裡面 它會一直跑啦 跑什麼東西 有興趣的同學自己在看 不過是在跑太快了 它就裝了一堆東西就對了 意思是說呢 把Djungle 掛在 Python的環境裡面 OK 所以要掛啦 至於掛什麼 那不重要啦 因為說真的沒有人去研究這個東西 確定是要掛 掛多久 不確定 反正呢 它就一直跑 一直跑 當然可能要看你電腦的速度啦 像我印象中 真的固態硬碟 快很多 啪啪啪 好了 不過現在好像傳統硬碟 還在跑 那這個是 第二個 就是行李 把那個 Djungle 就是Djungle的環境掛上來 那 再把重點 一 先 進到哪裡呢 進到這個 進到Djungle 把它下載哪一個 這個版本 點擊這邊 CMD 輸入這個 好啦 後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至於那個 7D IP的解壓縮軟體 因為我不確定你們電腦有沒有裝 如果你的電腦沒有裝的話 請你再到那個 Google裡面 自行去下載那個解壓縮軟體 不然的話好像沒辦法解壓縮 就算了 就算了 谢谢大家